你有澎湃過嗎? 今天是我要澎湃喔? 好啦妹 其實今天只想讓你帶你體驗 從未體驗過的事情而已 流淚流汗了 你要看橘子 我真的是 心很累 不乾笑 好險我沒有訂製 妹 我就需要再多一點自信 應該就會非常完美 放開你的拍子 對 放開加索 所以我們真的要給你上的服裝是 好險 訂閱 哇 怎樣 大家好 我是凱雲雅 由於每次我跟Man 和Windy出去玩的時候 都會花數百小時 拍了數千張照片 他拍了 這很正常吧 女生這麼 才能勉強選出他們心中 頂級的照片 這張好 還是 這張好 看起來根本 都一樣 其實也不是不懂你們在想什麼 就像是男生看待口袋的深度 就如同 女生看待美麗的態度 所以身為Man的屁孩弟弟 我今天決定讓 氣質一次 時髦一次 還有 性感一次 所以我今天要帶美去 澎湃 Let's go 美涵 超級超級超級熱 美其實大概知道今天要幹嘛對吧 大約 可是不知道確切到底要幹嘛 沒有澎湃過嗎 那個全家福算嗎 喔對算 還記得那一次我們在全家福澎湃的時候 我們遇到了誰嗎 喔一個女生 一個TA都是男生的漂亮女生 那你是TA都是女生的天普通漂亮女生 好 那所以我們的TA會 Mix在一起嗎 我是說會 耶耶 Mix一起 各位兄弟姊妹 看影片的人 今天就是要Mix在一起 那我今天呢 就特別的去找他 然後我們要討論 到底要給你拍什麼樣的風格 喔今天是我要澎湃喔 今天找了幫手 就是一個模特 我跟他已經討論了三套衣服 然後等等 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哪三套 有一點不好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我覺得蠻好笑的 我們今天來到了在永和的攝影棚 其實他們兩位呢 第一次見面就是在台南 父親節兩年前 這兩年的緣分呢 讓我們有了今天 那Mai今天是不是不太知道要幹嘛 他就只是說來攝影棚 我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我跟GG呢 其實我們上禮拜我們密集討論 我們想要給Mai一些不一樣的風格 真的假的 因為每次幫你拍照拍那麼多 拍一堆角度 我都抓不到 那是你的問題吧 對 是我的問題 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上禮拜特別來找GG請教 那怎麼樣才可以把Mai拍到一個 男生們都可以學會的角度 除了這一套衣服 我還準備兩套 那這兩套衣服的Mai 你可能還不知道什麼 那這次我找GG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在這方面 當Model 是非常非常非常擅長 那天我在想 到底要找誰 他直接在五分鐘內 幫我喬好場地 大概做我的事情 另一個找到他的點 是因為我上一次只有一集 我跟你去碰拍 我看到你在那邊 啪啪 我想說你今天也可以教我解 某些知識 那個態度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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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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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學一下這個以後 平常那種網美照都會幫你 你太多了 你太多了 會不會等一下變成他在那裡拍 No 攝影棚的老闆 暴走哥 AKA 攝影界吳彥珠 Let's go 準備好了嗎 好緊張 緊張了 這個教室 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是製作人 第一套的是姨妹今天 想拍的衣服先來拍 習慣一下這個拍攝的感覺 對 他說這邊可以耶 他怎麼正式 被流汗了 他流汗了 有一點臉紅了 嚇死 妹你可以的 先讓自己freestyle 他自己覺得 他那個角度最美 他就展現給攝影師看 然後我們再從中去挑 然後他可以改進哪些這樣子就好了 妹我覺得你今天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呵呵呵 還沒拍耶 呵呵 好你看到什麼滑手機的姿勢 真的 看一下這個 好 放的真的是 妹我就需要再多一點自信 應該就會非常的完美 放開你就開自信 對 放開加索 所以我們整整要給你 上的服裝是 學生服 Let's go 這邊有六套不同的英倫風 唉唷 很像那種 Netflix信愛基修室裡面的英倫風的一樣 妹重點是裙子 你要看裙子 這個也在裙子 很好嗎 不會吧 要卷 要卷 這輩子出來沒看過我姐這樣 你一臉正常 啊他一臉 我很習慣 好現場 好現場喔 真的喔 好爽喔 好啦妹其實今天只想讓你帶你體驗 從未體驗過的事情而已 就這樣 你看他很擅長 來妹那你學校 往後批 好等等他們要進教室了 第二套衣服 我們是走學生風格 好那現在上課鐘響了 Max 幫我放下 上課的聲音 學長在哪裡 學長在 學長 我沒有帶你的早餐來 謝謝學妹 欸 既然 不會在這邊 謝謝 第二個學生呢 就是前面 學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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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會稍微翹定一邊 看到嗎 就是這樣 這樣稍微翹一下 其實我覺得很好笑而已 不行我覺得觀眾可以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帶來看 對 就是這樣 還沒有下課 沒錯 沒有欸 手稍微小歪一下 對 回來一點點 手可以擺著 腰在這邊 或是擺上 或是拉鈴 或是拉鈴 好像你比較有一點可以腰鈴 我想要一個這個的 我想要一個這個的 我覺得對你真的是 中間可以壓在這隻手上面 然後屁股可以出去 因為你這樣的話 會變紫光 平常拍攝 咖啡廳都可以用到 這樣子出來的話 平面四角會出去 那如果你說起來 有一個漆在這邊 對 記得手都一定要貼在自己的身上 重心在這裡 你這隻腳是沒有出力的 我得說這次拍攝 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東西 角度的姿勢啊 身為一個model的手勢 臀部的前後啊 我覺得這就是 可以拍到好照片的一些關係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 我很喜歡的 犀牛頓手機掛繩 這次我選擇的是 抗敏材質的掛繩 有以下四點我很喜歡 第一點 額外掛耳設計 可以掛你的AirPods 出門就很方便 如果你是那種 喜歡帶小包的話 可以把你的AirPods 或鑰匙 先掛在外面 身為男生呢 就喜歡那種手機 錢包鑰匙 三個 就會鼓起來 然後把它全部掛在一起 就 一景兩得 第二種呢 TPU材質 它有分兩種款式 然後一種呢 是這種手機掛繩 然後一種呢 是背帶型的 然後它有很多繽紛的顏色 像夏天有一些亮色系 可以選擇 第三種呢 是它的材質 它是抗過敏的 非常輕膚 流汗的時候呢 它也不容易起疹子 防水防汗 洗手的時候不用怕碰到水 如果髒掉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用水去清洗它 超級適合 現在台灣那麼炎熱呢 又容易爆汗的夏天 衝一衝就可以了 那第四點呢 是它的通用性 掛繩掛片僅有 0.54mm 可適用於大多數的手機殼 只需要使用掛片 就可以輕鬆安裝上 背繩或手腕 滑手機時也可以 先把繩子拆下來 需要的時候再裝上去就好 還有大家最鼓勵的 鴉片會不會影響到手機充電功能 我使用起來 其實它都是可以正常充電的 因為它座比較長 如果座太短的話 它就會卡住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要在那邊搬動那個位置 很讚 掛繩還有出機能快扣 還有編織款可以挑選 喜歡的朋友可以點擊底下資訊欄 那我們繼續吧 Let's go 我們現在到了下一個棚 我回答 因為Mate都沒有感受到那種挑衣服的感覺 想說讓她挑一下 讓她決定自己要穿什麼 Mate are you ready? 真的 再麻煩你一個一個打開看 不是真的不行欸 真的啊 他還是在那邊保證的 真的 是嬰兒永遠 確定有成果 你先翻眼睛那邊 這翻眼睛 還不錯 我放眼睛 這個已經真的是我們剛剛很努力挑 不知道最多的 第三套是 性感睡衣 性感睡衣是不是 來讓我看一下你性感的靈魂 來一個在偷 我真的覺得 我姐今天有這樣子 真的太可愛了 今天如果在床上拍的話 要怎麼樣拍 因為我很常跟Mate還有Wendy 我們去租飯店 因為飯店很漂亮嘛 他們要待在床上 可是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在床上拍的自然又好看 床上確實會比較難拍 因為動作的局限 我們坐到床上一定是這樣 那這樣怎麼拍都會很詭異 就是那個肚子啊 然後腿啊 比例都一定會很奇怪 如果在床上的話 盡量就是不要有這種的動作 一定要側面 喔側面 或者是女生可以壓直坐 然後往前 如果想要拍長腿的話 這樣側面 不管怎樣 一定要側面的狀態 OK 你想要拍一個 早上剛起來 可以撥一下頭伯 因為剛起床 然後可以用蓬鬆的感覺 這樣聽一聽就有七八種的姿勢 可以去做運動 其實擋光 他不能真正的擋光 因為你真正的擋光 你的臉就會有手指 所以要是放到旁邊去的 他在頭的側邊的耶 就是你不能真的擋到 你的臉 我一直忍不住 會突然間很想要爆出來 可能我的視角 因為是我的弟弟吧 所以這一切的 他做的姿勢很好笑 我們來看一下成果 長怎樣吧 GO 先綁 右肩 然後就這樣繼續看 頭第一個 放後 1 2 對對對 3 1 這是我習慣性 對 我現在真的差好多喔 而且真的是圓圖喔 好厲害喔 給楊凱看 下車就叫我了 我們今天三種都有耶 超棒的 專業氣候 沒有 應該沒有後悔了吧 真的 真的 你好拍 好帥 最後我們來訪拍下吧 YEAH 終於拍完了今天一整天的拍攝 我們的指導老師 JuJu 還有我們的專業攝影師 爆走哥 還有我們今天的model 妹啊 妹你覺得這次拍攝前的感覺 跟拍攝後的感覺 我覺得我現在整個人放鬆很多 剛剛在空間錄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天啊 我到底來幹嘛 然後中間過程中 真的是幾度 很想回家 後來剛剛真的看到成品以後 就非常非常開心 認真的打成心裡 你覺得哇 原來可以拍出這麼好看的照片 原來你有這樣的角度 所以你剛剛看到照片有嚇到嗎 有 我聽到應該就是很尷尬 然後很不協調的照片 看到就反而覺得 對 因為羊排在旁邊 就一直笑著 爆笑 然後我就覺得好丟臉 好丟臉 對啊 爆笑 你先拍 不開笑子 那其實我說真的 妹的表現 到後面 是真的滿好的 嗯 這很自然 有專業的感覺 好啦我得跟妹抱歉一下 因為看JuJu拍的時候 我就是 哇好厲害喔 好強喔 但是看你拍的時候 我就一直忍不住 很想笑 可能沒看過你這樣的影片 前面的部分 我看到妹在拍的時候 真的是僵老一個 很ㄍㄟ 我整個都在冒汗 你知道嗎 天啊真的不行 我還一度覺得 啊靠 我們早上的腳本是不是不太OK 他沒有我孩子的笑 一直在增加我的緊張 反而是JuJu在旁邊 會一直說 欸很好啊什麼的 然後攝影師也會知道 對於模特兒一定要鼓勵 因為你笑他 他真的會更尷尬 會撐住是不是 會撐住是不是 我就一直說 你幹嘛一直笑啊 奇怪 我覺得今天大家表現都很好 就是你表現最不好 因為你一直笑 人家撿跑 好 確實是這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東西怎麼學 最剛開始 是找自己喜歡的模特兒 看他的照片 一個動作 就覺得很好看 你就會記住 後期中間拍的時候 就會每拍幾次 我就會請攝影師給我看相機 平面跟我們實體看到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現場看可能覺得這個姿勢OK 但是可能在平面中 可能你的手是不見的 或者是這個 視覺效果會哪裡是 其實是跑出來的 或是怎麼樣的 我記得你曾經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好看的照片都是不正常的姿勢 對 人看到的姿勢低 但是平面是2D的 對你以為我們在擋陽光其實實際上是不能擋到的 因為你擋到你的臉就暗掉了 我是相信每一個女生 每一個人 都有她美 都有她性感 都有她魅力的那個角度 妹雖然肢體 相對啾啾 協調性比較不足 但是其實透過專業的攝影角度 甚至指導 也是可以把你那優勢的那一面拍出來 這是我自己覺得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都是可以來這些攝影棚來嘗試一下 看看2D的樣子 原來你有這樣的一面 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這點 而且在面上也看到這點 你看到照片那一場 你會非常有成就感 原來可以拍成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滑IG吧 滑很久就覺得 哇別人總是那麼好看 但其實你自己也很好看 只是看到自己的鏡子面前 都是同一個角度 換一個角度 看看自己 尤其會有不一樣的一面 那最後呢 再特別感謝這間工作室 它叫做 嘿! 提供了好幾個場景 其實只拍了快半而已 嗯 那這集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第二點呢 它是TPU材質 然後有粉 欸等一下對不起 好第二點呢 它是 抱歉 現在被我擠你的是不是 呵呵呵